警报了 我们就先从这个路径来说 从气象署的浅示路径图 要带大家进一步来看看 目前凯米台风已经是一个中度台风 而且它的强度还在持续的增强 现在的距离又比昨天 当然又更靠近台湾一点了 在这个鹅兰比东南方 550公里 行进的速度昨天非常的慢 有没有 昨天熟悉说 这凯米就跟它的名字一样 蚂蚁慢慢爬慢慢爬 可是现在速度加快了 它已经不是一只蚂蚁了 它现在每个小时 有没有看到 19转23公里的速度 现在是加快要来台湾了 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它现在开始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导引了 有导引气流速度就会加快 那么现在继续还是往北 其实慢慢的它就要朝西北的方向 所以接下来这个路径我们可以看到 气象鼠的最新路径现在又从东北角往南修 现在修到了是宜蘭的方向来登陆 可是事实上现在在路径都还没有定案 所以路径上坦白说还是会改变 最主要就是看到时候太平洋高压势力如何 好 再来的话不变的是什么 不变的就是礼拜三跟礼拜四 这两天还是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 风强雨大 那么整个礼拜四可以说是凯米台风暴风圈 笼罩台湾最多的几乎三分这个台湾 都会笼罩在它的暴风圈范围底下 那么今天很快的熟例再告诉大家 一直以来每次熟例都讲 气象鼠的这一个浅示预测图上面的这个红色 线条所画的这个区域 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有观众朋友 以为这个是暴风圈 暴风圈不是谁做这样好不好 这个不是暴风圈 刚刚这个警报单圆圆的 那个才是暴风圈 这个是中心有可能落的这个落点的几率 在这个范围之内 事实上都是凯米台风 在预测上有可能的中心落点好吗 这个一定要记下来 不要再以为这个是暴风圈了 好那么很快的我们就要来看了 礼拜三礼拜四是影响台湾最剧烈 礼拜五其实就逐渐的远离 那么要登陆到大陆去了 所以路径上真的还有变化 而且世界各国的路径看法也还是不一样 我们来看看最新的世界各国路径预测图当中 你就可以发现 你可以发现这个线条 昨天其实甚至还蛮一致的 反而今天差异又变大了 有没有看到 不变的是日本还有香港 现在跟气象鼠是一样的 看法都认为会在宜兰这边登陆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美国 美国事实上这个路径 这一路以来变化差异非常的大 大家都觉得会叉边 大家会觉得登陆的时候 他就觉得还是台湾的北部海面通过 现在大家看法认为不是叉边 就是登陆宜兰的时候 他偏偏你看他现在是最难的 美国的现在这条路径 他认为是会从花莲的地方登陆 所以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其实凯米台风 它的路径的变数 尤其越靠台湾 它的变数越大 那么关键时间在什么时候 关键的时间就会落在明天礼拜三 因为太平洋高压的极限 是不是还会往西深 如果在往西深增强的话 那么当然这个路径的变化 就会再往南压 可是如果没有 那么不排除就是朝着东北角掠过 或者是从台湾的北部海面通过 这一切都还要在观察 当然了 京城大家有没有觉得 其实外面的路面已经湿湿了 没错 已经开始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了 我们从雨量累积图当中 您就可以发现 从基隆北海岸一直到宜兰还有花莲 其实都有雨 累积雨量现在还不多 台东的长滨这边有10毫米 那么另外花莲的 这个宜兰的头城 对不起 宜兰的头城22毫米 另外新北共辽这边有12毫米 我们再从雷达回波图当中 就进一步带您来看 最主要这些您可以发现 都是受到凯米台风 它外围环流的影响 所以现在从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地区一直到整个东半部 其实都有一些近些性的降雨出现了 以时雨量来看的话 台东长滨这边有10毫米 花莲的富里这边有3毫米 花莲这边目前其实刚好有个比较强 这样的一个雨势在这边 所以也特别提醒天雨入华 尤其大台北地区到东半部地区 要出门的朋友们就要多留意了 那么整体的天气变化 我们从卫星云图就要来告诉大家了 这凯米台风它的范围 我们说了范围非常的广 今天它的结构又比昨天再好一点了 那么现在强度还会持续增强 不排除它现在是中台 有机会再增强到中度台风的上限 可是会不会增强到强烈台风 这个就真的要再观察 毕竟它离台湾已经蛮近的了 所以有没有这样的空间 这是后续要观察的重点了 那么今天来看的话 外围环流逐渐的影响 越晚其实包括北部还有东半部 降雨的情况就会越明显 因此从雨区预报当中 我们就提醒您了 今天尤其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北部东半部您可以看到 今天的上午 今天的下午到晚上 那么雨就会越来越多 然后今天的中南部 还没受到任何影响 所以今天的中南部地区的下雨 还是以午后雷震雨为主 但是到了明天之后 整个中南部地区 逐渐就开始会有间歇性的风雨 那么北部跟东半部 随着暴风圈逐渐的接近 降雨的现象就会越来越明显 雨量累积就会越来越多了 那么至于在这个波浪部分 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 今天开始海面的风浪逐渐的增强 沿海也有长浪 您可以看到台湾附近的海域 差不多都有2到4米的浪高 那么气象鼠已经先发布了 陆上强风特曝 强调的是今天包括了蓝雨 包括了绿岛都会有10级以上 左右的强阵风 那么台湾本岛陆陆续续 逐渐沿海的风也在增强当中 那么因此最后熟悉要特别提醒大家 台米将至今天还有时间 赶快做好防台准备 麻烦大家一定要赶快防台做起来 那么北部东半部今天外围环流影响 是比较有雨的 中南部是午后雷震雨 所以伞都要带哦 时间再交还给主播